昨天为您报道说在台中是有名陈小姐她确诊之后连同家人都收到了隔离单 想不到是在隔离最后一天才发现自己根本没确诊 因此白白浪费了十天时间 现在医院呢承认错误说是忙中出错才会发生这样的行政疏失 受害者陈小姐的老板现在爸去喊话了 说十天薪水周样梗 甚至还要加码送炒饭到医院要慰绕医护人员 至于当事人陈小姐则说她愿意捐出五天薪水 乌龙居隔水落石出 医院忙中出错 将陈小姐PCR银性物质为养性 害得她十天不能上班 但是霸气老板喊话 十天薪水照样给 而且不止如此 大火快炒米饭历历分明 一份又一份炒饭短上桌 通通都要送去医院 陈小姐的老板不止照发薪水 还加码五十份炒饭要慰绕医护人员 现在每天的确诊人数都越来越多人 他们的工作上的能量负荷也越来越大 所以我想说他们这么辛苦 我有跟陈小姐说把这件事情就做圆满的Ending 那我把你既然给我十天 我都占了十天 那我把我的一半捐出来 就是修互补这样子一下 这是因为我本来也是有跟医院讲 我没有要刁难你们的意识 我只是想厘清 受害者陈小姐本人也捐出五天薪水 不过回想乌龙事件还是有些无奈 他在五月六号接到机关署通知确诊 马上和家人在家居隔十天 到了最后一天十六号进行视讯问诊 才发现全家根本没确诊 其实这十天影响很大 因为我还有家人 家人也有从军从警的 那对他们公务人员的影响也很大 因为他们全部都要被隔离 包括小朋友也不能去上课 冤防发出声明告承认错误 原因是案件太多人力不足 导致通报给机关属实出现误报 将与陈小姐沟通赔偿 全台疫情持续延烧 医护人力吃紧也难免忙中出错 记得许凯迪富丽佳台中报道